七妃的肚子看起来要比寻常快五个月的肚子大些 太医说腹中有双胜胎所以肚子格外大些 想要留下的皇上被甄嬛婉言拒绝 就在这世齐平身边的人借口齐平身体不适 又来请皇上 皇上此刻没得见他的心思 本来想三两句话给打他过去 可刚刚回绝了齐平的邀请 甄嬛却主动和皇上要一同前去看望 皇上也走进了屋子 传言中身体爆样的齐平 此刻看着倒是面色红润气势汹汹 齐平想要蒙混过关 甄嬛那些情趣的小性子 此刻已经不再有趣 齐平降为贵人被赶去了交颅馆 新贵人也如愿坐上了一公主位 甄嬛的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 五个月的身孕看着比旁人大了许多 太后疑惑之时 甄嬛说出自己怀的是双胞胎 温太医亲自整的脉 太后和皇上自然也是信的国 皇上高兴地想要把这个喜悦招告天下 可甄嬛却不想如此大张旗鼓 甚至除了太后和皇上都不愿再与其他人相告 太后赞同了甄嬛的想法 皇上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刚好借此机会 太后也有意撮合皇上和沈梅庄 另一边吃事没有病好的皇后 也让太后担忧